政治焦點了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27號關心經濟的議題 他拜會了誰 拜會了前行政院長 也就是財經專家陳沖的過程當中 強調整個經貿的狀況是不能停的 畢竟現在大家都很關心的是經濟面 能不能溫飽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而侯友宜昨天到高雄參加 董事長開獎的造勢活動 對於民調拉近卻被稱 拿不到南部的票 侯友宜說他自己就是南部的小孩 所以南部當然是他的故鄉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也表示 距離總統大選還有一段時間 有機會來跟侯友宜碰面 並且來輔選 也說侯友宜努力的空間還非常的大 不過侯友宜針對警察出身 所以治安他真的是覺得重中之重 侯友宜就痛批了政府的治安是敗壞的 而且不尊重公務人員的專業 強調如果當選總統的話 他一定會尊重公務體系 升遷的制度公開透明 保障退休的軍警 還有公教人員的生活 才能讓軍警人員在任職期間 全力的打擊犯罪 也能夠讓人民安居樂業 如果我做總統 我會把所有人叫作為 政化治安 不但這樣 我會尊重公務體系的升遷助度 公開透明 讓大家保持行政重力 不會讓政治受到改例 不會受到政治的改例 尤其限職的退休的 經警公教人員 他的生活一定要得到保證 要有尊嚴的生存 大家好 對不對 人民的安居樂業 永遠大於政客的潛力操作 因為對就是對 不對就是不對 這是我們的是非對錯 這是我一生勇敢 最重要的定義 侯友宜顯然不只是 好好做事情了 他在昨天的時候 南下高雄首站 前往了國民黨高雄市黨部 舉辦了見面會 而這也是侯友宜宣布 參選總統之後 在高雄的第一場造勢活動 可以看得出來 他剛剛講話是鏗鏘有力的 而根據了解 他在今天也要來拜會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還有屏東縣的議長周點論 看得出來他對南部選民的重視 而另外侯友宜在昨天的時候 也是大力的批評副總統賴清德 在台南的光電弊案 還有88槍擊案發生之後都沒有說任何的一句話 認為民進黨政府沒有讓人民過上好日子 在這個部分我們也會持續的來幫大家掌握 以及追蹤下去 而至於侯友宜代表國民黨要來參選總統之戰 跨出新北市之後就來到了高雄街頭站台宣講 侯友宜是狂力的來批評蔡政府在防疫上面的不利 而且又不聽她的勸說迟迟不做入境普篩 否則疫情死亡人數還會再下降 而侯友宜在27號跟館長同台的時候 面對綠營狂攻九二共事 要侯友宜說清楚講明白 館長痛批大家吃飯都有問題了 不要再扯什麼意識形態 侯友宜代表藍營角族總統站 跨出新北市首站就選在高雄 侯友宜講到整個火氣燒上來 侯友宜在抨擊民進黨跟黑金掛鉤 炮轟綠色執政 自然敗壞 黑金橫行 政治如果沒有金也掛鉤 怎麼會好 台南的方電筆要去幫我查查 你八十八錢查查之後 做七年的副總統會賴清德 你有出來告我一句話嗎 民進黨高官捲入IMB炸團宜雲 通氣主嫌趴趴走 還能跟綠雲權貴共產合影 週末這天侯友宜加緊腳步 從北到南馬不停蹄 要結合各方力量讓政黨輪替在線 記者黃一群網站台北高雄採訪報導